306解题说明 本题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在左边这里 利用编号里面的编码 比如说这个是单位的编码102 然后我们到单位的工作表 我们透过编号找到 它叫做总行信托部的名称 其他的组别升等也是如此 第二个解题部分是计算成绩还有排名次 我们看第一小题 由于前面这四个工作表 资料形态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点到注专 按住shift助理员 四个工作表里面 零组资料最多 所以我们点到零组 多的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删除 第一小题 我们点到V3这一格 利用Vlookup 好点两下再点一下 我们要去找找什么呢 找编号 编号的值我们要去抓到 它里面的第345 所以我们这里用mid的函数 然后我们要去抓它的第三个位置开始 三个资料 那这里请大家注意 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复制的 所以要把A3的A栏 我们把它固定 所以按F4再按 好固定 搜寻的范围 那这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我们输入单位两个字 好对应到了 我们要传回来第一栏第二栏 好这里我们输入2 这里输入0 好确定 好接着在储存格右下角按两下 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好同样的方法我们移到V3 先把原来的公式呢做一个复制 然后把它取消 再点到V3这一个储存格 按右键贴上 贴上了这个资料 我们现在要修改 好主别 它是在第7栏 所以我们这里呢 要把它改成第7栏 然后我们只要抓一个字 好这边呢 我们要把它修正 变成主别 好一样的传回来第二栏 好符合资料按确定 接下来右下角按两下 好接着呢我们就把 D3这一格的资料呢 按Ctrl C复制 好接着取消以后 再到E3这一格 我们按右键把它贴上 贴上以后呢 我们首先先把主别呢 这两个字 好我们把它输入改成升等 那升等的编码是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这里呢要改成1 升等 然后取第二个 好可是大家注意啊 如果你这里按输入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到Vlookup这里 按一下看一下fx 你会发现了 它找不到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呢 课本有提醒我们 要把它转换成value 数值 好我们按括号 好转完以后大家会发现 转成2以后 它会找到0主 好按确定 好接着我们在右下角按两下 第二小题呢 加钱分数的处理 是利用9192还有总考评呢 它的分数 然后求出考核 我们首先呢 把滑鼠移到k3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在加总的地方 按平均值 好我们按fx 那平均呢 由于这里是用 跟u 还有a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分数 那一样我们要到等级这里来转换 所以我们这里呢 要再利用Vlookup 好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点一下 如果没有出来 我们在其他函数里面 全部里面 我们自己输入Vlo 好点两下 这个时候呢 会出来 那Vlookup出来以后 我们去找 找到考核成绩 假 它的范围名称呢 在等级里面 已经有了 好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自己打 叫做考基等级 好找到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栏呢 是优假 然后第二栏 所以我们这里呢 要打2 传回来 成绩 再来0 好这里呢 我们先不用按确定 好我们回到 Average 这个地方 好按这里的时候 它又会回来 为什么 我们要输入 第二个 好我们可以用复制 Ctrl C 再把它贴上 那这个地方呢 只要把 这个位置改一下 改成 好 G3 也是一样 考基等级20 好 接下来 我们再 复制一个 好这边呢 就不是考基等级了 这里是 考评 所以我们要把这里呢 改成 考评等级 好 那这个位置 我们要相对应的 也要把它改掉 改成 H3 好 三个成绩 出来以后 我们按 确定 好 接下来在右下角 按两下 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好接下来 计算比式的分数 它是等于 共同成绩 在乘上 0.3 加上 专业成绩 乘上 0.7 好 我们按输入 接着 我们按 右下角两下 做一个 复制的动作 好 第三小题呢 是计算合计的 这个栏位 我们移到 M3 这一格 好 根据题目的公式呢 等于 我们的 考额成绩 乘上 我们 0.6 加上 比式成绩 乘上 0.4 好 确认 输入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利用 run r-u-n-d 这个函数 我们要利用这个函数 来 取到 小数点 1位 逗点 1 然后 括号 按 输入 好 我们在右下角 两按两下 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好 第四小题呢 要算出名次 那名次呢 我们是用 rank 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等于 rank 我们可以 按两下 再按一次 rank 好 首先 我们要排名次呢 是这个层级 那 它的范围 是从 M3 一直到 Ctrl-Shift 向下键 好 到 M101 那这个范围呢 我们要按 F4 把它固定 好 成绩高的是 第一名 所以这里呢 是降密 所以我们输入 0 按 确定 好 接着 在右下角 按两下 做一个 复制名次的动作 好 最后呢 我们要依据呢 名次 顺序排列 资料 那这个部分呢 由于没有办法 直接用 情组方式做 所以我们 首先呢 把这个情组 按右键 取消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从 注专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多的资料 我们从 41列 先选定 好到最后 101 按住Shift 好 我们按右键 把它删除 好 零主啊 不用 因为它是最长的 那到101列 范式言 看一下 好 66 按住 Shift 再按101 按右键 删除 接下来 助理言 23 好 再往下 101 按右键 删除 好 最后我们再移到 助专的 这个工作表 好 移到名次的 任何一个 好 那这边的资料啊 由于啊 儲存格 不一样大小 好 所以呢 我们排序的时候 要利用排序筛选的 制定排序 好 然后 我们这里 我的资料有标题 要打勾 打勾完了以后 移下来 按照名次 由小到大 好 确定 同样的方法 在0组 一样 排序筛选 制定排序 打勾 名次 由小到大 確定 確定 辦事源 制定排序 打勾 名次 確定 助理员 名次 制定排序 打勾 排列方式 名次 確定 確定 好 到此 解題完畢 存檔 1 1 XA 0 3 填分 好 結束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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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